好久不见啊 娇人 恭迎仙机 恭迎仙机 仙机亲临北渊 真使我灵霜台 蓬壁生辉啊 今日我等将计就计 反秦罪徒 小仙还想 何故行动会如此顺利 原来是仙机气势先行 冥冥之中自有威慑呀 行了 做得不错 本宫自有江省 是 娇人 那个空明呢 你们不是一路相伴 不离不弃吗 难不成他觉得你有难 中途跑了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老老实实做本宫的先师 不好吗 非要和本宫作对 既然这样 不如毁了吧 朱灵 将他拖过来 是 还想反抗 这次 你们才是猎物 靖子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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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机 台主 凌霜台市井 废话 本宫听得到 这是空明专门为此战所会的秦仙阵 非一般人可为 凌霜台是完成此阵所必须的最后一个阵言 初灵 还少多谢你 精锐力量全出 才能让空明如入无人之情 先机 我 废物 全都是废物 原来今日之约 你并非是为了交换狐王 你要的是整个凌霜台 整个北渊 我杀了你 快生气 长衣世子 我们的计划真的成功了 来啊 把他拿下 是 走 今日我要的再加一条 我还要你的命 我父王呢 你说不说 不说我就杀了你 你在杀我父王 封进东海之时 想不到会有今日吧 你不能杀我 靳云和还在我手上 你若杀了我 师父不会放过他的 靳云和杀我骗我 我杀他还来不及呢 别想用他来威胁我 你恨他 你竟然恨他 这真是本宫听过 最有趣的笑话 什么意思 你猜呀 本宫偏不告诉我 本宫就喜欢看到 你们这副抓心挠杆 又得不到答案的样子 不过他真的很讨厌 不管本宫怎么折磨他 他都一直笑 本宫倒很想看看 扒了他的皮 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靳云和的命是我的 可以杀他折磨他的人 只有我一个 你没这个资格 就算你们有通天的本事又怎么样 你可别忘了 你们北丘族人的灵丹都在我手里 你若敢妄动 我就立刻禁毁其灵丹 让他们全都为我陪葬 突发变故 不知事 总会不自觉地保护当下最关心的东西 你也不理完 少主 时机到了 嗯 听我令 孤族集结 沙珠灵 灭顺德 救狐王 护北约 沙珠灵 灭顺德 救狐王 护北约 沙珠灵 灭顺德 救狐王 护北约 沙珠灵 灭顺德 沙珠灵 救狐王 护北约 撤 快撤 沙珠灵 灭顺德 救狐王 护北约 撤 快撤 银沙珠灵 啥沙珠灵 Lis Led 提 救命 我 我 唐碧当车 斩首 我 先师的静止竟然松动呢 这里的静止和结界 是依托先师的力量而生 难道她的力量为何是消耗了 不管了 先师是出去再说 凌双台之事自然不能做事不管 但姐姐为何要同时出兵四放 大动干戈 有损太平之事 恕辱君无法答应姐姐 若非那些下界小仙忤逆本宫 伤害本宫 本宫又怎会如此 天君 请恕小仙多言 娇人伙同一众北渊之徒霸占了凌双台 若天庭听之任之 不将四方离心者一一阻击 只怕他们去了北渊 势力会越发壮大 日后足以与天庭抗衡啊 放肆 他们是与天庭离心吗 北渊仲仙的家本就在那儿 令双台镇守北渊 威得本是维护北渊仲仙之安危 而你 去道行逆施 凌虐无辜先中 害他们琉璃时所惹得怨声四起 来人 将竹林给我带下去 守边刑三百 你是 是 仙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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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君 你想要罚他 本宫也隐了 但姐姐想要的 你可答应 姐姐 这是两件事 又怎可哄而易谈 姐姐想要的 如君不能答应 你若不能碎了本宫的院 本宫要你这个弟弟有何用 姐姐不需要乳君的药片罢了 乳君过些日子再来探望 希望到时 姐姐已经想通了 来人 师父为何还不来见本宫 是不是又去找纪云河那个贱人了 请仙姬息怒 你这个贱人 真是该死 谢谢仙姬给我带来好消息 不过你这鞭子都捂了证据 都救了 该换 不过 本宫念旧 对这鞭子亦然 但也并不是人人都像本宫这般念旧的 你可知你那好情郎在北渊如何呀 我知道 他让仙姬受了点苦头 如此甚好 我心甚畏 本宫这回确实没能伤着他 可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有清玄那老家伙护着 你那好情郎 现在可是人家的成龙快婿呢 SA� zat 长易自然有他的魅力 不然也不会让仙姬 到现在都对她念念不忘 直役直近 金云和 你又何必如此假作洒脱 你是没有见过清玄的女儿 真是模样俊俏 妖枝曼妙 风情万种 娇人一生只认一人 但如果常义她是个意外 也挺好的 你这假惺惺的嘴脸 真是让人恶心 难怪那娇人会一经别恋了 既然你如此通透 本宫就把你的脑袋割下来 作为他们的新婚之礼可好 卢灵 我说过了 不可杀的 好 我可以不杀的 可是师父 北冤作乱者占据灵霜台 还对卢灵目无敬畏 卢灵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先师府的弟子随你调遣 师父 卢灵还想要师父的雷霆力咒 至强金服 你想要多少 为师都给你 我就知道 师父最懂我 你笑什么 我笑你天真 以为光凭这些就能击败北渊 季云和 你休要猖狂 待本宫平定北渊 又要让所有违逆本宫之人亲眼看看 你是如何受尽折磨 向本宫磕头求饶的 那好 那我就赌你 杀不尽这天下逆灵者 好啊 那本宫就陪你赌一把 就赌你的金血骨肉 你要是输了 本宫一日削你一寸肉 将你削为人质 既然要下赌注 先机便要拿出同等的成因 若是你说了 也是如此 你等着 师父 师父 师父救我 青羽鸾鸟 持风阵境也压不住你了 我还一直在猜呢 这搅弄世间风云 全是滔天的仙尸 到底是何方神圣 原来是你啊 宁卿小师弟 这千年前的教训 还不足以让你痛改前妃吗 不安生待着 偏要出来多管闲事 既是老熟人了 你便该知道我的脾气 看着不爽就打了 又如何 旁人可以随你 但你错在 不该动他 师父 就是他伤了我 替我杀了他 古躁 看见顺德这张脸的时候 我就该猜到是你 你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怀念他 可你自己却活成了这样 若他还在 必不由你 可是他已经不在了 余下这些时间 都是我在替他活着 我要这四海八荒 都来祭奠他 他也算这世间奇女子 胸中有大爱 没想到 你却如此地偏执与残忍 他爱这世间万物又如何 偏偏是这世间万物 把他逼死的 说来说去 左不过是为了解丝愤而已 你这般祸乱世间 根本就是违逆他毕生所愿 今日 我便替他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才能以为 结解 我们 恃 过来 昔 离开 离开 我 我 新闻 你 我 你 你 我 秦禾 我担心死你了 洛洛 你怎么进来的 快让我看看 是 是三月送我进来的 还有 林叔没死 他们帮我说服了清语鸾鸟 是他引开了仙尸 这个结界才因此松动 林叔还活着 太好了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常义已经率领北渊的 先中一路南下 就快到达鲁台山了 等他们救出 被困在这里的先有之后 你就一起去北渊 到时候你跟常义 就能重新开始了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最近才能明白 一切都是仙尸在操控 他的目的就是要搅乱 这四海八荒的太平 我担心常义也是其中一环 再这样下去 怕是要中了仙尸的锦 季云和 你怎么总是有这么多 奇奇怪怪的想法呢 能逃不好吗 为什么要想这么多 我承诺过天君 不能让仙尸得逞 就一定要做到 好吧 我是你的人 我都听你的 你想怎么做 这从其所知终有古怪 天君已经答应我 赦免罪限 只要我们先带大家逃出去 届时 常义就不必攻进仙尸 也就少了一场大战 天君他暂且不方便露面 这是他给我的令牌 你找准机会 让雪师姐 带着大家一起逃跑 到时你让他们往北去找常义 那你呢 姐姐已送 你先走吧 我现在还不能逃 我一逃 顺德便会加强守卫 传讯仙尸 仙尸一旦回来就功亏一篑 我先留在这里侧影 等你们顺利离开之后 我自然会想办法逃出去 届时我们就在陆台山下会合 这样太危险了 要走一起走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 洛洛 此事关乎到北原 天君 还有整个四海八荒的太平 你身负着众人 一定要顺利安全地带大家离开 你总是这样 洛洛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全军覆没 分开行动 胜算更大 相信我 我一定可以出去 反正你必须答应我 一定要平安地逃出来 我保证 一定要平安 好 见过先君 天君为震慑叛逆作乱之人 要将从几所的囚犯 带到天庭处理 此等大事为何不事先通知 派你一个小小的护卫来传令 我到先师府之前 在天庭轮过职 上上下下都认得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生呢 先君离开天庭有些时日了 我等后进小辈 先君自认不认得 先君看我面生 那天君的令牌总不陌生吧 天君之令 我也不敢多问 要是先君有疑虑 那此事便先不办 等我回去禀明天君 让天君亲自来跟先师说便是 不过 若是先师怪罪下来 还请先君自己担着 等等 既然是天君之令 我等自然照做 不过 一会儿 我送你们至鹿台山门 再做消息 别让他们生出什么乱子 有劳了 我等你 大人的 你跟我来 你总是个人 你这么说 你不能够 你不得了 你会说 你不得了 我对你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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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来想去 仙师如今不在府上 此事重大 我等还是亲自随同 送他们到天庭才算放心 不是信不过你 只不过还是谨慎为好 好 古灵灯回来了 我的眼神 灵灯回来了 事态紧急 大家听我说 从其所有古怪 你们继续待下去 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云河让我来救你们 他说 你们可以去北渊择地而骑 但是要记住 不能做坏事 要洗心革面 从善守法 天天自会庇佑你们 好 走 走 跟我走 从这儿 后面的人跟上 快走 从这儿一直走 好 你们为什么还不走啊 记云河呢 他逃出来了吗 他说他会留下来侧应 等你们离开之后 他自然会逃 就凭他自己 不行 我们若自顾自地都跑了 太没义气了 没错 既云河够杀了 我们要不是不讲义气之人呢 反正灵灯都回来了 怕什么 上去 带我云河 等会儿就 等会儿 你们冷静点 我知道你们不怕 但是云河说了 此事事关四海八幻的太平 而且我们分头行动 胜算大呀对不对 如果你们回去的话 不是打乱他计划 更耽误他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云河很厉害的 他这么计划一定有他的道理 而且你们要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相信他 听他的安排 走 走 好吧 我相信他 你替我告诉他 此情我记下了 日后如若再见 此恩必报 报 以后要有用的找着地方 找回车 全南海围 我必来相助 谢谢你 但我转告运河 我的心有人等着他的 扎到了 扎到了 看 快走 快走 行行行 我们家云河 才有钱你一个呢 要劳你 替我们夫妻 谢谢他 好 一路往北 不要回头 三月 不刚厉害吗 没想到拔刀相助的 感觉这么棒 怪不得云河都上瘾了 你说 云河怎么这么棒啊 他说的话 大家都愿意听 真好 常医来了 走啊 走啊 云河 你应该像风一样自有自在 无拘无数 你也和这山川一样 多让人喜欢 长夜 你现在是重兵之帅了 怎么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 你以前不是挺讨人喜欢的吗 你以前不是挺讨人喜欢的吗 怎么现在变得越来越冷淡了 我建议你还是有 谁 别 别 别吓我 这先有 有点面熟啊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我长相普通 放人海里一抓一袋吧 你验就人了 哦 我想起来了 万花谷逮过你 你就是那个尾随女子 还放臭屁的生幼 我会 从前我因为记者多情总是博爱 但现在除了云河之外 别的女子我看都不看一眼 那 祁云河 你认识我们家云河 他人呢 他 他 放了我们自己待在重庆所里 说 要撤应什么呢 放了 放了 连北约那些被珠灵抓来的人 都放了 都放了 你去哪儿 去新师府 你放着北渊大军不用 自己去算怎么回事啊 是谁 居然敢在仙师府刷手段 那人 拿着天军的令牌 我都以为 愚蠢 辱军一向乖顺 又高居天庭 怎么可能认识那些借下囚 更别说放走他们 你们这些真假不分的废物 属下之罪 仙 仙剑 属下想起来了 明云我们的 好像是林粉 林粉 难道是 南海百换殿 杰云和的仙师正是之蝴蝶 又是他 这次师父不在 谁也别想救他 陆台山都乱成这样了 你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把那些逃走的人抓回来 是 看来他们成功了 这下该到我了 都这个时候了 仙剑还惦记着我 我面子还真大呀 如今这乱局皆因你而起 不杀了你 不足泄愤 如今这乱局究竟是为何而起 你还不明白吗 本宫只需要知道你这条贱命是如何死的 就够了 这就是你得不到人心的原因 敬人者得人敬 爱人者得人爱 若你学不会爱人 又怎能得到别人的爱 本宫何须听你说教 无论什么生态 没有任何人 天生就该被你踩在脚下 给本宫杀了他 还有一事 也请你答应 不要伤害我姐姐 我曾答应过一个人 只要你就此收手 我便留你一条残命 看来你还是不知悔改 还记得我们之前打的赌猛 如果你停不了北渊 那我就将你消为人质 今天这一切都是因你的私心 还有罪恶而起 那就由你来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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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了你 大尉 巴鱼 好久不见了 齐云河 你可真够狼狈的 可不是吗 狼狈至极 交人 来人 来人 交人擅闯仙师父 将这两个决筒打下 来人啊 别奴 放开本宫 别奴 我 对不住 我做不懂 放开本宫 别奴 我说过 齐云河的命 只有我一人能懂 你不能杀本宫 本宫是奸基 是众生之主 众生之主 四方乱举 血泪滔天 这就是你的作为 滔天巨浪里 我救你一命 如今 我要把救下的这条命 还回去 需要 孟天 救命 娇人 是你 娇人 就是从北苑一路 打到陆台山的娇人 章鱼上险 侄子所在 对不起了 是师兄徒你带来的 他人呢 空灵让我给你一句话 他希望你在鱼中之鱼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追 不必追了 就先接要紧 快去 是 长御上线 万花谷收到消息 特来相助 多谢灵谷主 有劳灵谷主 先带先计离开吧 好 留下来协助上线 想不到你还记得这儿 你是来救我的吗 不是 我是来复仇的 长颖 其实我 你体内为什么会有灵丹 贤士为什么要关着你 灵藏蓝和贤士拿我当势力 我现在是个怪物了 果然为力约达反事也就约达 我怕是名不求意了 舅父 顺德 万花谷的人 又是御灵师 让我卡他们 父王 我们要抓的是顺德 没必要夸大冲突 王清玄 清术的兄长 我们与万花谷 也算有几分渊源 本王无意为难于你 交出顺德先机 我放你离开 恕难从命 你难道不知道 他犯下什么样的恶行吗 你为何还要救他 我想救他并非顺德 很多事情不是抓一个顺德 就能解决的 他是先师的哀徒 你们若抓了他 先师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劝你们趁走离开 狡辩 我看你们就是一丘之合 舅父 我们收了这么多年的苦 现在仇人就在眼前 谁当 杀谁 本王再问你一遍 是否肯交出顺德先机 休想 既如此 那就莫怪本王动手了 上 是否肯交出顺德 四处维获 近日 莫言创了一群新阵法 吴王来的糗 不如试试 他要信我们灵弹 免阵 罗姨不自料理 宁静 你休想置手这天 这四海八荒 还轮不到你来做主 近日欺骗我清旋云命日子 也必然有人匡扶天道 还世间太平 幽儿 是父王做错了决定 此次教训 父王自己来单 回去告诉长异 好好看顾北院 有他照顾你 父王 也能放心了 不要了 父王 我族的尊严与荣耀 绝不容任何人践踏 父王 不要了 父王 救 父王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玄一脉作乱 先逃往北渊 不惜任何代价 将其诛灭 是 全都不许追 天君 快 送仙剧回去疗伤 是 记得要用最好的灵药 是 众弟子听令 追 是 停队 停 难道先是耳背不成 天君都说了不许追 你还敢下令 你若是听不见 我来帮你通通耳识 作乱之人 天君也要姑息 他们究竟是作乱 还是被逼无奈 想被先是心中最是清楚 若非你一味纵容 一味支持 是他也不会发展成这般 此间种种 你又不可推卸之责 此事如何处置 是 本君自会定夺 先是要做的 是禁私己锅 不得再起干戈 我若非要起这个干戈 天君以为拦得住我 先是说话要小心 不然大家会误以为 你才是要作乱的那个 宁卿向来直视从严 天君若执意要姑息养奸 宁卿不从 又弄何 大大内卿 颠倒是非 就属你最厉害 若本君非要你走 又如何 是先帝的先令 是傅君留给我的 能召百万神兵的法宝 他终于肯认我了 恭喜天君 先令此刻认重 证明傅君也赞同本君所言 宁卿 宁卿 你还要执意而为吗 还是说 你连先帝也不放在眼里了 宁卿不敢 谨遵天君之命 先令人主了 怎会如此 怎会如此 没有人能阻止我 我要让这群罪徒乱臣付出惨痛代价 除我封印 还我肉身 我才是这天地主宰 我愿意 看来 我 承鄞 你来复仇 是不是对我那日赐 你心头那一件怀恨在心 既然如此 我命不久矣 你应该高兴才是 为何还要生气 为何还要用教主救我 季云和 以前你的命 是万花谷的 今日之前 你的命是先师父的 但从今往后 你的命是我的 我让你死 你才能死 你霸道了不少 也好 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但我还是要纠正你 我的命 永远是我自己的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也是 即便是你 也不能说那样的话 随便你怎么想 但我不会给你选择的权利 我 长夜 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重 很可怕 不及人心可怖啊 长夜 我对你别无他咬 只是如果你的目的 已经达到 那便退兵吧 别中了现实的计 你现在 没有资格管这些 跟我回北渊 我还有未完成之事 暂时 锦银河 你似乎还没有认清楚 自己现在的处境 你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跟你说了 我命由我 如何选择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也说过 你的命是我的 她的身体 你现在怎么样了 千疮百孔 若不是还有些许脉搏 我还以为你让我看得是个死人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为何会变成这副模样 观其脉想 应该是有人在她体内注入了 乾坤两极之力 想要突破寒霜对她的禁止 因而练出了双脉 凝出了灵丹 但此举毕竟违反世间规律 虽然现在是帮她摆脱了寒霜的制约 却也对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反噬 她说过 林苍蓝和仙尸 在她身上做了试炼 原来是真的 其实她体内的反噬 原本没有那么严重 但如同顺德所言 这段日子 对她百般的折磨 让她的身体愈发虚弱 再加上从极所之中 与顺德拼死一搏 身体虚空至极 反噬才会如此剧烈地爆发 虽说她当初背叛世子 但也太惨了些 长翼世子 清瑶少主请你和空明先生过去 一同安置胡王 我随后就到 是 此处有警 先把她安置在这儿 传令下去 任何人不得接近胡心道 我会设置一道禁止 守住这里 留在这儿养伤 不用暂且关去妄枯吗 你在想什么呀 你明知道这方法不可行 我次有安排 啰嗦 你留下来 她如果醒过来 马上通知我 世子不是说 要折磨她包袱她吗 怎么给她住的地方 比我欧海强啊 是 就 samo 你去世子 和我 要求你 要求你 废岛 那些人 他 你不得下 他 你太乖了 不得走 我都不会放弃 我和空明先生 定会相助少主 如今 虎王陷入长眠 未放弃先体受损 不如先将其冰封 积攒生计 来日方有苏醒的可能 不如先 父王 您好好休息 接下来的事 就交给女儿 我一定会收获好作人 世子 那金云河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它 囚在湖心道 自会处理 少主就不必费心了 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 给你 吃饭 언제吃饭 我再去看 我最爱不得 云 desde 也得很自然 我都不敢过 然后撑着吃饭 もう一 annеп 我打听到了 长衣把银河 关在了狐心岛云院 并且设下了禁制 没有通行令牌 我就算变成蝴蝶 我也飞不进去啊 区区一道禁制 我劈开他便是 我倒要看看长衣 到底搞什么鬼 何必五刀弄剑这么麻烦 张嘴一问不就知道了 长衣见过前辈 多谢前辈此番相助 当日打到一半 宁卿觉察到 先师府有异样 便抽身离去 我虽给了他一击 但终究没能拦住他 反倒被他打烧 这般丢人 担不起一个蟹子 前辈突出先师 也是帮了北渊大忙 既然前辈 决定与北渊结盟 先师定会派人 去乐游山找您麻烦 还望前辈 可以落在北渊 好好休养 我被押在 石方镇下千年间 宁卿的修为突飞梦进 以他昔日情勉的性子来看 虽也在意料之中 但我隐隐觉得 有些不大对劲 你且多留个心眼 日后若与他交战 得多加提防 多谢前辈提醒 是的 是的 军阳醒了 前辈 我还有事先告诉了 等等 长颜 我 有话要问你 你为何一到北渊 就把云河锁在湖心岛 你救了云河的性命 我很感激 但你不能就这么 不明不白地把他关起来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交代 他只不过是一介囚徒而已 我不需要给任何人交代 囚徒 你什么意思 当初云河要不是为了 放你离开 他根本就不会成为 顺德仙记的阶下囚 倒是你 你把他从一个牢里 救了出来 现在又关到 另外一个牢里 你 亡福役 亏得云河为你吃了 这么多苦 我以他人之间的过往 忽恩忽愁 自会清算 跟你没关系 长颜 有什么话 饭桌上再说吧 我这刚炖了新鲜的鱼汤 醉是滋补 要不 你进来喝一碗再走 你这儿有点过犯啊 三爷 要不我再炖一光 堂堂一个娇人世子 竟然贪吐我一碗鱼汤 他知不知道 我炖一会儿有多费事啊 我还是不放心 万一长颐这个鱼木脑袋 转不过弯 跟顺德一样折磨云河 怎么办 一只腕儿 那四伯爷 把我估计 你冲着 我最还在 用了 然后把我打到 你打到 切鱼锥 三四伯爷 每天都跟人都一样 有点大事 再说了 这爱恨情仇 只不过是自己看不开 放不下忘不掉罢了 旁人又能怎么帮你呢 我去找他 便是逼 我也要逼他放出云河 三月 我们刚刚到北渊 人生地不熟 若此事妄动 说不定会给云河带出麻烦 先观察一阵再说 况且 常义怎么会为难云河呢 你们不想想 他刚刚抢走的那碗鱼汤 是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时辽进步 滋养林力 但 有个人比我们更需要啊 代 injustice 企深老师 值得 还不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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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雪 雪 还真是雪 大尾巴鱼还算是有良心 知道我喜欢雪 竟然我住在这么美的地方 若是让洛洛知道 我一觉醒来就住上了仙头 定会羡慕死 想出去 想出去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来享福的 姑娘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湖心岛云苑 我看 长衣世子下令将你关在这里 说来说去还是个牢房 这老天爷对我 真是一点惊喜都不给 姑娘 你人美心善 能告诉我长衣在哪儿吗 我想见他 少套近乎了 世子日理万机 怎会有空见一个囚犯 由我来给你送送药膳就不错了 我告诉你啊 少给我惹麻烦 长衣就没告诉过你了 就连仙事都关不住我吗 就连仙事都关不住我吗 好 现在有汤了 过去吃吧 长衣 我睡了很久 身子已经好很多了 从前的所有事情我都跟你道歉 你能不能放我出去 喝汤 你不原谅我就算了 不肯放我出去也行 你能不能让洛洛过来陪我说说话 吃饭吧 除了吃饭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 这药上我不喝 难喝得很 我不需要用它来自补灵力 你拿回去 要么你自己吃完 要么我用法术让你吃完 你自己选 你才欺负我体弱 是有怎样 吃饭 好 我都吃完了 你满意了吗 气都伤口都痛 我要睡了 好 还真走啊 都不留下来陪我说说话 我说话 没说眼睛都是雨 没说眼睛都是雨 眼前沧海的一地 没有说眼睛都是雨 如梦盘旋成棱林 一河泛起涟漪 我相逢在银河前飞行 经过入海的星星 至少有星空可以看 这日子还算不错 不是吗 姐姐 姐姐 你终于醒了 你可知你之前有多危险 还好 一官说只要你能醒过来 心灵就算无忧了 师父呢 姐姐问她做什么 先押好身体再说 我都受伤了 师父为什么不来看我 先是见姐姐受伤后 便再没来看过你一次 这种人 姐姐还挂念她做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 姐姐 你慢点 她最赞虎本宫 她不可能对我弃之不顾 她不可能对我弃之不顾 我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 我 我的脸怎么了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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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姐姐 姐姐 我的脸 我的脸 一定是因为我的脸变成这样 她才不来看我的 对不对 姐姐心知道你 又何必再问 不知道 她不会如此耽误 一定是你 是你阻挠她 她才不来看我的 对不对 她若真的在意姐姐 又岂能被轻易拦住 只能浅薄无情之人 姐姐就该舍之弃之 不该再为她老臣烦心 如今 姐姐因静心修养才是 静心修养 如何静心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纵容那个纪云河 放走了从击所那些卑贱小仙 我只是没有拆穿你罢了 我的脸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败你所赐 一切都是你的错 如今的确有错 错在往日未能约束姐姐 让你变得这般肆意忘忆 不知善恶 我就不该在不提寿前守护你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我告诉你 都是你的错 你还我的脸 你还我的脸 还我的脸 还我的脸 你 走 走 走 如能料到如今 天君此子 还会下到此处吗 天君 刚才那一步可不装 不如改下内处 天君 您是跟谁学的这般古板做派呀 这怎么能是古板做派 这是君子品德 我下这一步 并非寻落子无悔之要义 而是稳究不后悔当日的决定 天君 那你为何还一直长嘘短叹呢 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 看她伤心却无能为力 看她伤心却无能为力 我心中有愧 但我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我是她的弟弟 更是这四海八荒的天君 从己所知事 我既已知晓 就不能视若无土 天君如今 更知道坚持什么了 昔日 我常以不敌先视为由退任 说是隐忍 实则也是有所逃避 但经此一事 我再也不会回避退缩 必尽力为之 而且 还有夫君的先令在 我必不会让夫君失望 我必不会让夫君失望 她已经拿到先令了 你还在等什么 杀了她 羽翼未丰 部族未惧 她可不定 可若能招出百万神兵 就不再是任由你压制的褚鸟了 你会将刀剑递于质子之手吗 若百万神兵能够轻易招出 他此刻便不会按兵不动了 以他现在的境界跟修为 要想通过试炼 招出百万神兵 那很远真 那你当日为何要向他俯首 那只不过是给仙帝几分薄面罢了 毕竟他生前威望甚高 受众仙崇敬 不值得为了区区胡足 惹了众梦 乌鸟 终于又赶得为了区区 武人 还是不见神兵前来 天军啊 这个神兵神兵自然会神秘一点嘛 您是胸怀大智大碍 这神兵一定会来 您不用太贪心了 看 先令给了提示 卫令神君 您涉猎广泛 勃骨通筋 可有看出个究竟 夫君留下的这幅图 到底蕴藏了什么指示 寻草赤石 绝状如坚 食之可提色养颜 浩清特意给仙姬送来 师父为仙姬治脸煞费骨心 熬了几夜才煎出一副药 谷主此时送来寻草 万花谷的忠诚和心意 想必师父自然会了解 只是治疗后时 还请谷主耐心厚着 三星 汝玛 师父 师父 你终于来看乳铃了 还不快滚 是 乳铃放心 放心 我定能抑好你的脸 汝林只相信您一人 这药能消失你脸上的腐肉 疼是自然的 师父你法力无变 但是有别的不同的法子 疼 汝林乖 哭了 这药就不灵了 为师还得再给你上一遍 不要 不要 师父 汝林听话 明日为师再来依你的脸 明日 明日 明日这样的汤还要再继续 警察 晋合 娇人 本宫定要让你们付出万般惨痛的代价 吓死人了 春水煎茶 冬雪酿酒 今天约莫会有一场小雪 该暖一壶酒来喝 就你这副病烟烟的样子 你也不怕喝死 大冷天的 别人都能在屋子歇着 真凭我要来伺候你 窗户关锦线 你死了倒霸 若是病得下不了床 还得累得我来照顾你 我说话你没听到吗 听见了 我只是想要开个窗透透气 我劝你 得饶人出前饶人 谁管你 不过是个囚犯罢了 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 滚开 你竟敢对我动手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以前可是侍奉青瑶少主的 我敢动手的人多了去了 反了你了 你 你干什么 你放开 别别别 你千万别放手 有人身子不如从前了 采用了这么点劲 就觉得心慌手抖 别别别 你千万别倒 谁管你 别别 blind 被欺负的滋味如何 下次如果再这样 我就会松水 竟敢耍我 你算什么东西 世子 你都算是什么东西 长衣 你的脾气变得暴躁了许多 过来喝药 方才看了那么一处大戏 我喝不下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长衣 看在我乖乖喝了这药的份上 我跟你上了件事呗 不如你放我出去一天 我回来一天 你放我出去走走两天 我回来两天 回来了我就乖乖待在这儿 你让我吃什么我便吃什么 不可能 把药喝完了 还要把草药吃掉 以前在从击所 先师都不管我吃什么 你却连我的衣食住行都要管 莫不会我呼气吸气你都要管着吧 与其这样 不如给我个痛快 也好过这样慢吞吞地被烦死 齐云和 你不会死的 在我想折磨你的时候 你必须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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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子 你必须要活着 你必须要活着 对不如你 晓月 每天看着你的脸吃药 算什么成功 这明明是对我余生 最大的善意 感谢观看